必須花費 那咱 蘋果那個國外產的 你是不是中國人 蘋果公連 準備向主要進口 衝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iPhone15系列 預購開賣了 結果中國的Apple Store 也是大塞車 網站一度打不開 各大平台什麼京東 天貓 也立刻銷售一空 還有的平台推出什麼 12期免利期 分期付款 結果下面一堆粉紅 搶著 那我也要我也要辦 快快點 還一度登上了微博勒搜 不過沒多久 擋又把iPhone給這樣勒搜了 真是太暖心啦 之前粉紅還說什麼 iPhone15系列肯定賣不好 在中國銷售一空的iPhone 是誰買的 可能是趙家人王毅 或是聖上老婆 或是無金買的之類的吧 總之啊 台灣銷售的iPhone15 我買了 那想問一下 曾經在網路上 吹華為多牛逼的粉紅們 你們買了Mate64來支持華為了嗎 不要鍵盤上支持而已哦 當然啦 粉紅一定會跟我說 那個蘋果前幾天那個股價不是跌了多少億多少億嗎 就是因為華為太強了 所以讓蘋果的股票一直跌 其實蘋果股票跌啊 不是華為出來 是因為網路上很多人都在傳 中國政府禁止公家機關帶蘋果手機來上班 當然啦 中國政府前幾天自己說沒有這件事沒有這件事 但是我們去看很多推特上流出來的那些公文啊 或是地方級政府 他們的長官都發話 就是不准帶 但沒有立法 那我就問嘛 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之下 領導的看法就是法律嘛 你聽還是不聽呢 就像特斯拉在中國是可以賣出去的 是可以自由的開了 我們這幾天看到的狀況是什麼呢 不讓特斯拉上高速公路 不上特斯拉上指定高架橋 不讓特斯拉靠近周邊機場 不讓特斯拉靠近軍事區附近 不讓特斯拉去充電站充電 這些都有影片為證 我們前幾天都分享過了對吧 所以這樣的疑慮才讓這個股價有所損失 並不是因為你華為多牛逼啊 不過中國大V啊 金城數位馬爺啊 發文表示說什麼呢 全球啊 只有中國的iPhone15 Pro 不支持WiFi61 因為中國至今未對WiFi61 提供支持 所以蘋果直接對硬體進行的閹割 非常好笑 而且大家知道嗎 中國的iPhone版本裡面 是沒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那個國旗 比如說你打台灣嘛 就會出現那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在中國是沒有的啊 但是你在台灣還是在歐美國家 你打出來是有的啊 所以全世界到底誰活在井底之中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現在準備買的手機 是華為好還是蘋果好 必須華為 華為的國產 那蘋果那都國外產 那你是不是中國人 就必須買華為 你不買華為就不是中國人 我跟你講 真正的中國人啊 你應該穿糖裝漢服啊 而你不應該搭電梯 你應該搭雲梯車 然後呢 你外面的應該也不是停車場 是停馬車場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在正常國家之下 每個人想用自己喜歡的產品 那是每個人的自由 但在中國不是啊 你不僅要吹捧自己 抹黑別人貶低別人之外 你還不准人家對你進行反駁 人家反駁人就說你看你急了 你看你不是說支持誰是誰的自由嗎 那你為什麼現在跳出來反對我呢 又在當腳屎棍了 我們反駁是因為你自己吹噓吹的太誇張了 對嗎 我們這次怎麼沒有去罵什麼OPPO啊 罵什麼小米 因為他沒人沒有像你這樣吹啊 對吧 真的覺得非常好笑 我們再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粉紅的世界 像我的魯華神曲 惱羞了 MV裡面有拍到這種概念哦 像我在裡面飾演中國對吧 我打籃球比賽第二名 結果我的獎盃跟排場啊 比第一名還要大 對不對 大家可以回去看那支MV的細節啊 一直以來其實中國都是這樣子 不僅僅只有手機方面 在軍事方面 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 比如說軍事方面的 福建號山東號一推出來 哇 超音感美 被粉紅說得天花亂墜 什麼超越美國海軍 結果人家是核動力 你還在燒遊 人家演習一天可以出幾百架飛機起降落 你要三四天才達到人家一天的標準 還冒煙 像經濟方面 人均一萬三也催自己完勝台灣日本 歐美 還說什麼 在中國月入兩千塊人民幣 比美國月入三千塊還好過 結果說這句話的人 現在定居在美國德州啊 即便連中國國務院的數據都告訴你 中國人大部分九十幾%的人的月收入是在五千上下 你還是會 噢 我月入兩萬 我月入五萬 我月入十五萬耶 我每次推出這些影片 就會有這種 減刑犯在我下面留言 所以比爾蓋茲 身家多少億多少兆 就代表全美國人的身家應該也都是這個價錢嗎? 真的覺得非常搞笑吼 當然啦 這個時候一定很多人會跳出來說 哦 男生女生平均起來 只有一顆蛋 你講這句話的前提就錯了 你要比這兩個人共同擁有的東西去比 而不是比他一直以來沒有的東西去比 呵呵 而我講句實在話 在中國不管買什麼手機 還不都一樣 要不要翻牆 是不是有所限制 不僅僅是硬體上的閹割 在中國的民主自由言論方面也是閹割的 當然粉紅說什麼呢? 在中國可以隨便罵人 種族歧視 人身攻擊 這才是民主自由啊 你試試看在美國 試試看在台灣 罵人家的長相 罵人家人身攻擊 你會被告的 啊對啊 那就請你把你說的這個話 在中國可以種族歧視 攻擊人家的長相 套用在聖上跟趙家人身上 譬如說粉紅說 八九你眼睛很小啊 張開啊 眼睛小是醜啊 習近平的眼睛比我小啊 你把這句話套在聖上身上 說一遍 公開露臉 拍片或是留言說一遍 我們大時候再來看看 你的下場是如何 粉紅總是把 辱罵他人 跟批判政治人物的政策跟行為 混為一談 絞屎棍 將肝文化不是叫假的 面子功成大於一切 關於這個面子大於一切的例子啊 最近還有杭州的亞運會 中國為期第一人柯傑 前幾天拍片痛罵 亞運會集訓共餐的五花肉 有好多豬毛 魚的刺海很多都沒挑過 肉非常沒有味道 羊肉更是燒味非常的重 讓他吃到差點產生 韻吐的反應 最後靠著是自製的醬油拌飯 才勉強吃飽 並且把這部影片上傳到中國平台B站 結果不出所料 被下架了 現在他的B站 只剩下贊美杭州亞運會 或是正常不批判的影片了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中國網友 跑去他其他影片下面留言說什麼呢 希望你在刪除影片之後啊 餐廳能趕進一下伙食 搞笑對吧 我只能說 影片到這裡先來感謝一下本集的贈助商 Surfshark VPN 最近是旅遊季啊 大家都要出國玩 因為聯絡跟工作的關係啊 一定得使用到網路 有些時候啊 某些地區的收訊不太好 就需要使用當地的WiFi 但畢竟是公開的網路 就會有個資外洩的問題 更怕有心人士會拿個資做不法的勾搭 好在Surfshark VPN 可以替大家做第一線的把關 龐大的數據資料庫啊 不僅會隨時警覺 聯上所有的網路危害性 嚴謹的雙重加密技術 更保護了聯上WiFi裝置裡所有的個人資訊 進階的Surfshark Search 更是在搜尋網路頁面上 提供全面的隱私保護 有時候查個資料 演算法就會瘋狂推相關的廣告 但使用了Surfshark的Search工具啊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但可以撇除掉廣告的資料 提供真正需要的搜尋的內容 還可以針對地區去提供搜尋的結果 讓大家在世界各地 都能隨時掌握最新的資訊 現在只要使用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FAM TV 即可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再送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如果不滿意 還有30天內無條件退款的政策 趕緊透過下方資訊欄來了解一下 Surfshark VPN吧 好我們回歸正題 柯傑當天吃的肯定是科技與狠活 放的不夠多 所以才這麼的難吃 中國很多地方的食材都是不夠新鮮 需要大量的調味料與科技狠活 才變成重口味 你才吃的下肚 當然我再強調一次 我不是說全中國 但這是一個社會現象 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的陸配家屬來台灣後 我都在強調這一點 為什麼台灣調味料 放的都沒有咱中國 咱大陸多呢? 我很少喝這個湯喝到會有鮮味的 你們這個魚的鮮味蠻不錯的 可是你們竟然沒放那麼多調味料啊? 這不是我在說啊 很多影片都這樣說 我自己也去過中國 我以前舅舅也在中國當台商 我這邊就不想再贅述了 那大家有沒有想起來啊 前幾個月的丫頭數不安 其實一直以來啊 陸陸續續都有不少的中國學生寄信給我 希望我爆料他們 學校食堂 哪又有老鼠 哪又有蟑螂在食物裡面 結果被學校給壓下來 為什麼被學校給壓下來? 可能他們學校是小學校 領導特別厲害 可以壓下來 黨為數據特別的牛 更多的是當地學校的學餐 當地學校的供應商 都是校長或是黨委書記的親戚 或是朋友承包給他做的 所以黨的面子大於一切 雖然如此啊 還是抵擋不住粉紅想統一台灣的決心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片段啊 同志們 新人一戰 敵人想打多久 我們就打多久 其實打到我們 神力為罪 同志們 要不得進去 嗯 很好 天外公園準備向敵人進攻 衝啊 衝啊 哎 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說 去進攻敵人 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的敵人 還能有誰啊 先給這個粉紅一個讚 要在大馬路上有這樣的尺度 這樣的服裝 說出這樣的話 心態一定是要非常強大 非常的丟臉 其實台灣也不用你打 目前解放軍高層跟武警高層 國防部長外長通通被身上給弄S了 對吧 仗都還沒打 已經S一片高官了 昨天中國對外記者會上 外國媒體問 你家國防部長咧 結果發言人又一貫的回答前兩個月 秦剛一樣的遭遇版本 健康問題 這次傳出了中共國防部長落馬 給安的罪是貪腐軍購 其實貪腐這個問題 在極權國家只是換個班底貪腐而已 把之前江湖啊 貪污與軍官換成盛上的貪腐軍官而已 我們可以發現前中共國防部長 就是因為貪腐問題 被盛上給抓住這個機會 然後換成自己的人給貪腐 結果這次又是貪腐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貪腐在中國它不是一個問題啊 你有一兩三個情婦 四五六個情婦 在中國也不是問題啊 這些在中國通通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們這些人啊 想要搞這種小動作的時候 你們對黨是不是有忠誠 你們在分這些餅乾穴的時候 對我腎上有沒有忠誠 如果你絕對的忠誠 你可以繼續吃餅 所以一定是解放軍或是國安單位啊 被腎上看出哇 已經爛到一個極致了 或是對黨沒有忠誠啦 有自己的想法啦 我叫你打戰你怎麼提不起勁呢 你們軍隊本身就是應該去打台灣啊 侵略歐美日韓的啊 怎麼叫你去打你不打你只想貪腐咧賺錢咧 然後把兒女往海外送 雖然勝上自己也是啦 但這就是忠誠問題 所以粉紅們是否要關注一下解放軍的貪腐問題啊 在民主國家比積圈國家透明的狀況之下 都還能有貪腐了 更換貴國的不透明環境 你想盡早的打台灣啊 A是美國A是日本 你應該多去關注批判這件事情 而不是天天豪威牛逼的搖搖領先 搖搖領先我們持續領先領先 同行五十年 你們連批判自家解放軍 跟檢討自家解放軍國防部長的能力都沒有了 搖搖領先個屁啊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我現在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喜歡記得加入我們的會員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頻道可以走得更長久 我是八小小見了,掰